HELLO 大家好,又開我了 今天終於回來開箱了 今天要開箱什麼呢? 哈哈哈哈 這次開箱的主角 其實都是我在海賊雲中 很喜歡的其中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的模型我大部分都想買 但你會發現原來它的模型的價錢都不便宜 所以我就忍了手忍了忍了忍了很久 誰知道我發現官方竟然幫這個角色做個B.O.P 嘩 真是氣死我,真是想拿我的命 到最後我都忍不住訂了它回來 所以我們現在立刻開來看看是哪一個角色 這次訂的這盒是海外版 以我所知它也有亞洲版 但海外版的質素應該會比亞洲版好一點 因為那邊的檢查嚴格很多 海外版的質素相對是比較好一點 是怎樣開的 其實它寄到來差不多是一兩個月之前的事 但今天終於有時間幫它開箱了 來啦,我們請它出來了 慢慢來,慢慢來,慢慢來,慢慢來 慢慢等它出來 看到隻腳了 好感動,好感動 慢慢慢慢慢慢 嘩,終於看到它的本體了 來啦,我們請它出來了 哇,連箱子也蠻漂亮的 大家看不看到 登登登登登 是 白胡子 哇,這個白胡子的POP我期待了很久 那時候看到官方的圖 哇,已經忍不住了 真的很想買一隻回來 到最後終於下訂了 下訂了的話代表不能回頭 所以就決定接待它回家 超有型的,什麼事啊 哇,真的不行 我覺得真的要拆出來給大家看看它有多有型 因為大家這個位置反光 而且看得不夠近 所以覺得是會差一點 所以拆出來看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搞定 哇,究竟我要剪多少東西啊 很多膠紙啊,什麼事啊 喂喂喂喂,不要那麼重 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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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 啊 這個步驟也蠻驚險 這個盒子就已經沒什麼用了 因為主體已經被我們拿了出來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就是這樣先放下它 然後慢慢打開它 還有膠紙呢 剪完了嗎 有就一次過出來了 不要躲起來 又像你 沒有了嗎 又有 整條片呢 都是看我剪膠紙 多有趣 真正的開箱而成 為什麼還有膠紙呢 喂呀 剪完了沒有 原來不是有膠紙啊 我剛剛才發現到 白鬍子這個位置 一條鐵線綁住了它 令到它不可以走出來 我剛剛才留意到 難怪一直都找不到白鬍子出來 讓我拯救了它的關刀 OKOK 對了 那我們就容易處理了 拯救它的地台 那條鐵線呢 都差點要剪爛它了 OKOK 對了 白鬍子出來了 我終於拯救了白鬍子 對啦 對啦 好小心 來啦 就開了鐵線 沒有了一層膠 感覺真的差很遠 哇 登登 這個是白鬍子的本體 哇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肌肉 什麼事 真的要超近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它的肌肉的紋理 做得超好 這個POP 哇 什麼事啊 為什麼這麼快死啊 為什麼啊 神經病 美得瘋了 那我們就拯救它後面的斗篷 它後面的斗篷呢 我相信都是有很多膠紙 貼了它 我們拯救它 最近香港天氣凍了 所以 可以穿上衣服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看這盒子用了多少張膠紙 整條片都在看我剪的膠紙 OK了嗎 剪完膠紙了 還沒剪的 怎麼搞的 OK 來啦 幫我穿上衣服 還有地方還沒剪嗎 剪一下應該 好恐怖 開始到幻覺了 來了 哇 這件東西才是精髓 先讓大家看看它裡面的位置 啊 神經病 有沒有看到那些紋 很細緻 做得很漂亮 給大家看看背部 它的質感是真的不錯的 POP 真的不愧為官方出的最好質素的產品 這個是供應的 但是呢 好像我這天下了GK省的話 也都回不了頭了 不要緊 這次是POP的白鬍子 所有的東西我都滿意一下 我們馬上幫它安裝所有的東西 真的就這樣凹凹 應該是就這樣 然後呢 它是一個地台仔 這個地台仔是很小的 這個地台仔呢 讓我踩上去 幫它 喂 這個地台有一點 符號不到它的重量 為什麼 這個地台不是真的對的 都OK的 對了 大家看到嗎 這個地台呢 是有一點 好像符號不到 就是白鬍子的重量 那我應該是吸得最好的了 但是 它怎麼都是有一點點 咬咬咬咬咬的感覺 大家看到嗎 小啊 小啊 對了 然後呢 最重要就是幫它把武器裝盒 這個工序應該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但我們先幫它穿過一隻手 很多東西都是用布來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對了 哇 搞定了 大家終於完成了這隻 動一下動一下的白鬍子 好 讓大家看清楚這隻白鬍子的真面目 這樣會看得舒服很多 它的肌肉 哇 超帥的 它的褲子 有些紋理 層次 陰暗麵 都做足的 然後它手臂位的青筋 都報現出來的 哇 好帥啊 什麼事啊 如果我這次幫這隻白鬍子評分的話 其實我還是會給90分以上的高分 但是相對來說 差一點的一個位置 就是什麼呢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位置 真的有一點點 令到這隻白鬍子 站得不太穩 不知道是我這隻肌肉的問題 還是什麼 但是整體上它的細節位 它的紋理 所有東西來講 我都覺得是 這隻是很值得去買的 這隻POP肌肉 但如果我當初沒有訂這隻白鬍子的話 我也相信我會訂了 前幾個月之前 GK也有一隻白鬍子 那隻白鬍子又是很漂亮 唉 神經病 家裡哪有這麼多位置放這麼多 真的不行 真的會死 我已經看到那隻貓 弄髒了白鬍子 真的不行 最後我都要找個位置安置它 這個對我來說 才是一個最大的依賴 今集這個白鬍子POP開箱也都到這麼多了 對上一次白鬍子的POP 都應該是去到2010年了 即是相對來說 都去到九年前了 哇 相隔九年 終於有一款新的白鬍子POP 之前沒有的 以前我錯過了 今次就絕對不可以再錯過了 大家對於這個白鬍子有什麼評價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 有什麼想要記得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還有 下次見到白鬍子 都會想起碍事 唉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各位 拜拜